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片是我們蝸牛3月5號的更新公告影片 一開始之前先來講一下今天的一些小插曲 就是烏龍爛爭跟至尊晚宴的活動積分 相關的東西都直接提早進入結算 所以官方這邊會有發一個初步的補償 那更詳細的東西看官方之後怎麼說明吧 接下來來講一下更新公告的內容 重點的話就是兩個 第一個是新增了全新的烏龍戰爭北極背圖 烏龍戰爭其實差異最大的應該到後面是我們貴重品的加成效果 就是針對我們不同的區域會有額外的加成 所以下階段影響較大的是我們全新的抽卡機 有變成到時候可能抽卡之後大家還是要多拚一點 這個等到時候下來是開放了我們再來稍微看一下吧 接著來看一下轉服功能的初步說明 我們這邊直接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度過新手期的玩家就可以在檢測後進行轉服 然後再來第二個這個講的是有點饒舌 簡單來講就是說我們可以跳到先前的伺服器 就是跳到舊的伺服器 但如果是要跳到全新的伺服器 就必須要等到72小時之後才可以跳路 應該是這個意思啊 因為這個講的有點饒舌 這個簡略版 然後再來第三個 角色每次轉服需要消耗 5千的白蝌蚪 首次的話為一折 則是消耗500的白蝌蚪 第四個是角色轉服了之後無法參加本週的活動排名 同時在原伺服器上的排名資訊也會被清除 第五個角色轉服之後會進入30天的冷卻時間 在冷卻時間期間無法再次轉服 這個要特別注意 接著來看一下詳細版的說明 第一個新手期的意思是參加那個週活動 只要參加過週活動就代表滿足該條件 第二個是必須要退出俱樂部之後才可以進行轉服 第三個每個角色轉服之後都有進入30天的冷卻時間 30天之後就是無法再進行轉服的 然後接著這個是那個轉服的一些條件 就代表說 必須要開啟那個轉服功能的伺服器才可以進入轉服 所以這個到時候看官方吧 接著來看一下最後一項目標伺服器的那個允許轉路的條件 這個第一個跟第二個這個剛剛稍微已經講過了 重點的話是這個 目標伺服器的著日在線人數不超過8000 所以超過8000的話這個伺服器就沒辦法轉路喔 接著來看一下詳細版的轉服後有什麼印象 第一個就是指我們原伺服器的那個排行榜紀錄將會被清楚 就是你過往一些排名啊那些東西的都會不見 然後還有格鬥排名也都會不見 這個東西第一個跟第三個我覺得這個有點重複耶 這差不多啦 然後再轉服後製作晚葉積分也都會歸零 簡單來講就是所有的紀錄都會不見 然後轉服成功了之後你的暱稱會隨機重製成一個RID 應該是隨機的名稱啦可能什麼穿越者00幾之類的 然後還會額外獲得那個重製免費改名次數 最後一個應該是比較重要的 我所在的伺服器什麼時候可以開放轉服 官方這邊的話是說會按照計畫 初步的話只會在部分的區組進行轉服的那個功能這樣子 所以不是說我現在可以跳什麼伺服器就可以跟著跳 一切都還是要看官方的規則這樣子走 所以這個轉服的功能就是之後會逐步開放 然後這邊先讓大家來做個了解 通常轉服這個功能啊 對於一個後期的遊戲來說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案 但是反過來講也是代表說 這個遊戲的人潮已經不如預期了 也是可以這樣子講 但是我這邊還是要幫蝸牛講一點話 因為一開始蝸牛開的伺服器真的太多了 所以開放這個轉服我覺得相較來說是好一點點啦 只是他這樣子開這個轉服的功能會導致很多的俱樂部 就會直接倒掉之類的 我相信這個是可預期的 魯勇戰爭其實他這個東西畢竟是一個全伺服器的活動 已經讓很多小的俱樂部已經消失了 那 這樣子開轉服了之後就會有更多新的俱樂部誕生 但也隨之的是說有些玩家可能會因為 俱樂部的人流失而退坑這個也都是可預期的結果 但一切都是要看官方之後 能不能推出一些更新的活動 或者是好玩的東西 讓玩家們就是可以留下來 這個是我自己小小的看法啦 好那以上的這個更新影片就到這邊囉感謝大家的收看 就期待到時候3月5號的更新吧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